晚上的6点钟来了一位老顾客 他也是一位农民工 上来手一指要一只烧鸡 烧鸡我还没拿到手 他说再要几个丫头 先把烧鸡拿过来往侧上一放 烧鸡确实有点大 22块8 22块钱 人家大哥干了一天的活 也等着着急回家吃饭 烧鸡只能让老板娘先帮忙撕一下 虽然老板娘这个时候有点不情愿 只要顾客满意 就是我们不便的追求 现在正在给大哥切丫头 这位大哥本来是想要两个不辣的丫头 和两个微辣的 只可惜不辣的已经卖完了 大哥只能要四个辣的了 我这边的丫头已经切完 老板娘那边的烧鸡还没有试好 老板娘往这边瞟了一眼 吓得我意机灵 差点连袋子都记不好了 这时候顾客准备开始结账了 烧鸡22元 加上四个丫头16元 总共38元 眼看着还有这么多菜 也想早点卖完 与似乎耍了个小花招 跟这位大哥说 要不再给你添个鸭翅 总共就收你40元 你看行不行 大哥表示非常的同意 因为鸭翅本来三块钱一个 现在等于只收两元了 这样算是套路顾客 还是算共赢呢 给顾客装完鸭翅之后 开始准备打料包 顾客就说 我是这条街上最会做生意的 这位大哥也太抬举我了 其实我的脑子都笨死了 感谢大哥的光临与支持 好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